从泰国海报部队昨晚公布的片段可以看到 救援难度非常高 洞穴里到数都是混浊的积水 险峻的洞穴不时出现狭窄的下水道 必须整个人浸在水中才可以游过去 对救难人员来说 要通过这样的下水道或许并不难 只是对已经非常虚弱的孩子来说 就是一大挑战 为了避免孩子恐惧影响救援 孩子下水前都会先施以镇禁忌 让他们呈半昏睡状态 然后将他们包裹上保暖锡纸 让他们躺在绑着绳索的弹架上 再通过钢索上滚轮的方式向前推进 期间驻守在洞穴黑暗隧道的几名医生 不时检查少年的身体状况 测量他们的脉搏 确保万无一失 动员超过一千名来自全球各地的搜救人员 参与的这场世纪拯救任务 终于在10号晚上圆满落幕 感动了全世界 受困少年安全或救后 各界都在关注他们的健康状况 直到昨晚 青莱医院终于对外公布 少年们留院治疗的画面 戴着口罩的孩子坐在病床上 摆出胜利的V手势 还有几名少年站起来跟其他少年聊天 之后又回到病床上滑手机 隔着玻璃看孩子的家人多么想抱抱他们 但医生说他们还要一个星期才能出院 回家后还要休养一个月 NTV7综合报道